昨天,印尼华裔总会和雅加达的其中一对征服省长候选人在雅加达北区的一家国际餐厅举办了一场促进友谊的活动,并信了一千多人积极参与。 10月24号晚上,这场促进友谊的活动,有一些华社、政治人物和企业家代表出席,雅加达省长候选人李德万强调,保持我国和谐公处与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性,并承诺一旦被选上,将保持多元文化与和谐公处的精神。 李德万也表达了他对制造企业家之间的健康精神的精神,实施有利司法和通明化体制以及铲除贪污的承诺。 这一点成了印尼华裔总会的终点,因为该协会成员大部分为商人,主办方通过这场活动也希望能促进华社和未来雅加达省长的良好关系与友谊。 这是一个国家的中国的国家,基于模式和达检郎,国家人,教育成功。 我必須的,我必須的,我都會很對的,我都會搶食的,都會建立國家, 我會搶食的一個個性,市場的統統, 我會善養的, interess也會有組繫的, 當然會有組繫出, 對於個福利局的不同的, 空間工作,收集的大家 components, 如果是精神的全身體育條, 總共享受公開啟動,我們可能會支持這些貨型貨幪化的人,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